魔族缺少粮食 圣殿联盟是十分的清楚 但是面对一些特殊的质保 圣殿联盟有时候也会和魔族进行一些交易 也算是各取所需 在对方看来 他们所获得的都是自己最需要的 譬如 魔族曾经被圣殿联盟抓不过一位低阶魔神 最终凭借着十个灵卢 向人类换回了这位魔神俘虏 六千年的战争 造就了人类与魔族水火不容的关系 但在整个战争的过程中也不无变数 廖天泽迟疑了一下 侠者大人 您的意思是将这光元素灵卢 归还给那获得他的团队 那倒不会 我们刺客圣殿本身就用不到这东西 但是这次行动是十支猎魔团共同发起的 而且光元素灵卢的价值 你也清楚得很 如果只是归还给龙浩尘他们那支队伍 一旦消息泄露 恐怕会引起公愤 这就不美了 不但显示不出我们刺客圣殿的大度 反而会产生反效果 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就让这小家伙自己去选择好来 一边说着 他眼底不禁流露出了一丝脚侠之色 这个真的是一举两得呀 想到了这儿 这位狭者大人自己都不禁的有些得意了 龙浩尘他们回来的时候已经是中午了 过度的疲倦 令众人连午饭都没吃 当天色再次擦黑的时候 突然间一声惨叫 惊醒了睡梦中的所有人 啊 为什么 为什么会这样 怎么了 怎么了 司马仙一翻身便坐起来 伸手就抓住了床边的法杖 另外一边 王远远也从床上弹身而起 身上只是穿着单衣就跳下了床 这声音是从陈英尔床上发出的 因为他也学着彩儿的样子 用布曼围住自己的床榻 因此从外面 众人是看不到里边的情况的 其他人自然都清醒了过来 王远远是女孩 上前一把就掀开了陈英尔床上的布曼 想那一瞅 这一看不要紧 她不禁呆住了 其他人的角度 依然是什么都看不到 龙好臣此时 已经和彩儿下了地 几步就来到王远远身边 但床上是姑娘 她也不好直接往里边看 赶紧地问向了旁边的王远远 英尔她怎么了 你们自己看吧 王远远扭过了头 龙好臣清楚地看到 她的嘴角处在牵动着 似乎是想笑的样子 王远远让开位置 众人自然就看到了里边的情况 只见陈英尔一脸欲哭无泪的样子 坐在那儿 在她的怀中 却是有着一只不大的小猪 正在那儿拱啊拱的 这个小猪通体雪白 表皮更是晶莹如同理智的软肉 圆滚滚的 身长只有一尺左右 那雪白的表皮下 隐约还有光芒闪烁 英尔 你这是怎么了 这是你的召唤兽 龙好臣有些疑惑了 经过几个时辰的休息 她的气色已经好转了一些 虽说不能战斗 但走路却是不影响了 陈英尔突然是哇的一声 就哭了出来 她抱着怀中的小猪 猛然扑在床上 那是涕泪横流 看那样子啊 是说不出的痛苦 林心把头探了过来 疑惑地问道 怎么哭得这么伤心 这小猪还挺可爱的 晚上要不要吃烤乳猪 一边说着 手指上撕了一下 冒出一团火焰 一只肥厚的小猪头 便从陈英尔的腰间钻了出来 恶狠狠地看向林心 朝着她 用力地吹了口气 噗的一声 林心手指上的火焰 居然就那么消失了 这小猪有点意思呀 哎 燕儿 这不会是你的本命招怪兽吧 啊 哈哈 林心却是哈哈地大笑起来 她这么一笑不要紧 陈英尔顿时哭得更大声了 这下林心可笑不出来了 其他人的脸色也是瞬间一变 王源源有些迟疑地问道 婴儿 这 该不会真的是 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之前在结伤原谅车的时候 我发动了生灵之门 就召唤出来这头猪 当时你们正在大战失血背他 我见他明显没有战斗力 就抱着他了 后来战斗结束 我见他挺可爱的 就把他搭了回来 那个时候你们状态都不好 也没有注意到 我本想 这小猪看上去这么可爱 我玩一会儿 他自然而然就会因为魔法结束而消失了 我用生灵之门召唤出来的召唤兽 最多只能维持三个时辰而已 可是 可是这都已经四个多时辰了 他却还没有消失 我睡醒后一看 他还在 就吓坏了 赶忙检查一下我自己的灵魂契约 我 我竟然 他说到这里 众人自然都明白了 陈英尔居然真的莫名其妙地 和这只看上去人处无害的小白猪 签订了 灵魂契约成为了他的本命召唤兽 陈英尔看着身前小白猪 那软软糯糯的样子 忍不住 又哇的一声哭了起来 对于一名召唤师来说 本命召唤兽绝对是最重要的 因为本命召唤兽会一直伴随着召唤师的成长而成长 先天超强的本命召唤兽成长之后的实力 也就越加强大 第一阶召唤师凭借的是各种召唤 而真正的召唤师凭借的就是本命召唤兽了 一直强大的本命召唤兽 甚至还要超过召唤师本身的等级 到了九阶强者的召唤师 必定会拥有强大的十级召唤兽存在 面对任何其他职业的九阶强者都毫不逊色 陈英尔在召唤师方面的天赋和普通召唤师虽是截然不同 但是本命召唤兽这方面却是一模一样的 此时此刻 竟然是有一只小猪作为本命召唤兽 这让他情何以堪 更加关键的是 他立刻就想起了杨文昭的光耀独角兽 陈英尔好后悔 为什么上次没有听去圣月侠者的话 收了那只邪眼灵主 虽说不太好看 但总算实力强大 自己现在弄了这么一只小猪出来 以后还能在团队中发挥什么作用呢 本就是战场上的脱油瓶 他现在势必会被团队所淘汰 别哭了 哭有什么用 冰冷的声音突然响起 宛如凉水泼面一般 令陈英尔吉林零地打了个寒碜 众人压抑地转过头看去 说话的居然是彩儿 自从组成了世纪一号猎魔团之后 彩儿先有说话的时候 几乎是完全由龙好臣 与其他人进行交流 他只是默默跟随 但在团队中的威慑力和重要性 却是任何人都要证实的 在龙好臣今天 与浩月融合化身会要起始之前 他乃是当之无愧的 团队中的第一强者 第一攻击手 看事物不能只用眼睛 还要用你的心 不要被外表蒙蔽了你的双眼 一只普通的小猪 有可能主动和你缔结灵魂契约 却让身为召唤师的你毫无所觉吗 听着彩儿的话语 泪眼朦胧的陈英尔 这才是缓缓抬起头 其他人的心中也都涌起了亚异的感觉 谁也没想到 平日里很少说话的彩儿竟然能说出这样的话 一针见血 直指关键 陈英尔擦了擦脸上的泪水 将身前的小猪重新抱起 虽说依然很是排斥 但心情总算好了许多 忍不住对着小猪问道 你究竟有什么能力啊 人家好伤心 我不管 你要陪我 不然 我宁可不要本命召唤兽 也不带着你出去 那小猪是呼噜呼噜两声 长长的猪拱嘴向前动了动 一双小眼睛突然亮了起来 隐约中透露出一丝淡淡的扭曲波动 同样的波动也出现在陈英尔的眼眸之中 他顿时与小猪是大眼瞪小眼的呆滞在了那 果然不一般 这是精神传递 林心惊讶地说了一句 精神传递可是高等魔兽才能够使用的特殊能力 整个精神传递的过程中 陈英尔的脸色 开始出现飞速的变化 闲是惊恶 渐渐地被一抹喜色逐渐代替 唇边勾起了一抹动人的弧度 虽说不知道 他从这个小猪的身上知道了什么 但看他这样子 这小猪显然不是废差 众人也不着急 就那么静静地等待着 时间不长 小猪和陈英尔的眼中 那扭曲的光芒 渐渐消失了 哇 原来你这么厉害啊 这小猪怎么厉害了 快出来听听 以后我再也不是战场脱油瓶了 人家也要厉害啊 说来听听吧 以后让大家熟悉你的能力 他说他叫镜像宝神猪 出生后就是六级魔兽的等级 能够模拟一切他所见过的魔兽形态 变成幻象吓人 那他模拟出的魔兽 有没有气息微压 好像没有哎 那岂不是很容易就识破了 正所谓 虚则实之 实则虚之 他可不是只会模拟啊 否则就不叫镜像神宝珠了 他施下任何等级超越自己一阶以内魔兽的魔晶 不仅能够镜像的变成那个魔晶元属魔兽的模样 而且还可以保持十分钟该魔兽的一切能力 他现在是六级魔兽 也就能最高使用七级魔兽或者六阶魔族的威能了 灵心 你那块试血备台的魔晶可给我留着啊 我这小猪只需要再接换一级就能够用了 听了陈英儿这番话 众人的脸上无不露出惊喜之色 听他的意思 这镜像宝神珠居然能够拥有任何同等级 或者是比自己高一等级魔兽的任何能力 虽说持续时间只有十分钟 但只要有充足的魔晶 他就能持续发挥威能 更关键的是 任何二字 不挑食 这可是一个非常好的习惯 灵心在短暂的惊喜过后 顿时变回了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 我说婴儿 咱们已经有浩月这一个贪吃大户了 你这又来一个 哎 入不复出啊 这是你负责的 可不关我的事 而且 我这小猪还有一项技能 还有 这一次 这一次就连彩儿的脸上都流露出了惊荣 镜像宝神珠 这明显是来自于其他未面的魔兽 他们以前从来没有听说过 表面看来 他本身能力不强 但在魔晶的支持下就有无限可能 这已经是文所未闻的特殊存在了 而且 本命召唤兽 是必然会随着主人的修为而提升的 陈映儿现在是四届 再进一步就是五届 到时候 他这小猪就会有所提升 至于说 能否再升一级 虽然不好说 但未来发展 还是可期的 与邪眼灵主相比 对于团队来说 这能够镜像成任何魔兽的镜像宝神珠 显然 作用是更大的 在这种情况下 他居然还有其他的能力 可见 这小猪本身 就是等级极高的存在了 是啊 他还有一个能力就是探宝 否则 怎么会叫宝神珠呢 他告诉我 他的鼻子特别的灵敏 能够闻到各种天才地宝的味道 并且 能够预先感知一些危险 等级越高 他的感知能力也会随着变得越高 我突然发现 我们这次袭击魔族最大的收获 应该就是婴儿拥有了本命召唤兽 他们这只猎魔团刚刚组建不久 彼此之间只能说是在熟悉的过程中 虽然本来谁也没有嫌弃过陈英尔 但是 随着大家的实力提升 陈英尔这个团队中不确定性的存在 却实实在在地成为了战场中的脱油瓶 影响到了整个团队的战斗力 这个矛盾 虽然暂时还能压制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恐怕总有爆发的一天 但现在不一样了 陈英尔拥有了 镜像宝神珠这样的本命召唤兽 他在团队中的重要性 瞬间提升 以后再也不会成为大家的拖累 甚至反而会是最主要的战斗力了 当然 他需要团队资源的支持 恐怕也将是最多的 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秘密 陈英尔能够召唤生灵之门 就是其中之一 现在他拥有了镜像宝神珠 足以带给他在团队中过度的时间了 饿了 团长 咱们是不是先吃点东西去 再继续休息 本就虚弱 这才饿得头晕眼花的 好 我们先去吃饭吧 众人之中 除了采儿和陈英尔 其他五人都吃了暴灵丹 此刻呀 全部都处于虚弱之中 虽说不影响走路 但内灵里空虚的感觉并不好受 肚子一饿 顿时感觉到头晕眼花 打开英房的门 正当他们准备去军营食堂那边找点吃的时候 确实看到两个三层的大石盒就在门外 哈哈哈哈 没白给他们卖命 驱魔冠军方小得真周到 司马仙是哈哈一笑 一手一个就将两只分量不轻的石盒直接就拎了进来 里边的火石果然丰盛 虽说算不上多精致 但肉食却十分充足 甚至还有香浓的肉汤 此时虽说已经凉了 但有林心这个火系魔法师在 这显然是不成问题 众人大块多疑一番 这才是各自返回床铺 继续休息以恢复经历 陈英尔则是欢天喜地的和他的小猪沟通去了 还给小猪啊起了个名字 叫卖兜 军方对于昨天猎魔团的行动十分满意 这一天没有再派给他们任何任务 给了他们充分的休息时间 直到第二天日上三竿最新的命令 这才是传来 叫场集合 驱魔冠这座城市的规模相当的恢弘 因为两边都是御魔山脉的山峰 成为了天然的屏障 因此在建设的时候就省了不少麻烦 只需要将正面的城墙建设的稳固便足够了 叫场位于驱魔关城墙内五百米外 是一片极大的空地 专门用来集中兵马 之前龙好尘夜晚与圣灵心一起出城的时候 光耀天使七师团就是在这里集合的 市集一号猎魔团 今天来的人并不齐全 财儿留在鹰房中继续休息 现在财儿已经失去了粮感 龙好尘绝不会让他再去冒险 暴灵丹的副作用已经消失了 不过令龙好尘有些担忧的是 浩月依然处于沉睡之中 虽说他能确定浩月没什么大碍 但他始终没有行转过来 这让龙好尘心中有些焦急 在叫场中集合的正是十支新锦猎魔团 经过一天的修整 这些年轻精英们显然已经恢复了精神 一个个神丸起足的样子 不少人的脸上都流露出兴奋之色 确实 左者一战他们可都捞了不少的功勋 不但斩杀了大量的低阶魔族 同时最后完成任务奖励的二百功勋 每人也能分到几十之多 龙好尘这边功勋还没来得及分呢 他们世纪一号猎魔团的消耗乃是最大的 一直到命令传来之前 众人还处于休息状态 这会儿也只能说是勉强恢复了最佳状态 只是龙好尘这一天来经常感觉到 体内会莫名其妙的发热 内灵力运转也略微有些质色 因为浩月未曾行转 他也无法和浩月沟通 至于在战场上浩月突然与他融合 并且令他爆发出挥耀骑士的修为 龙好尘也是相当的好奇了 这难道是浩月的特殊能力吗 他从来就没有听说过 有魔兽伙伴能够与人类身体融合的 努力的回忆着那天的情况 也只能想起体内灵力的暴动 龙好尘想到 就算那是浩月的能力之一 以自己和浩月目前的修为 应该是没有办法把这个能力使用出来的 否则他们也不会有这么强烈的反噬 但是啊 这总归是好事 关键时刻能够突然爆发出 提升一阶的战斗力 这显然是相当不错的杀手锏了 看到龙好尘他们来了 其他九支猎魔团的团长 都纷纷的上来向他打招呼 事实证明 龙好尘在昨日一战中 指挥德党圆满地完成了任务 而且最后那惊艳一击 虽然他们并未看得清楚 但那强烈的能量波动 还是能够感受到的 有了这样的经历 他们对龙好尘年纪上的看法 自然而然就发生了不小的变化 十位领队也早已到了 看到龙好尘高英杰便赢了上来 怎么样 大家都恢复了吧 领队 惨而消耗比较大 他的恢复期还要一段不短的时间 接下来的这一段时间内 恐怕不能够跟我们一起执行任务了 领队 这次叫我们来 又是有什么新任务吗 司马仙 摩拳擦掌的问证 昨日一战 带给他的好处十分明显 面对强大带来的巨大压力 他能感受到自己的内灵力 提升速度明显增强几分 两千灵力的瓶颈 已经近在咫尺 说不定啊 在拼杀个几场便能有所突破 称为一名五阶牧师 牧师到了五阶之后 能够学习好几个攻击技能 等回到圣城 他能选择的秘技自然就更多了 司马仙虽然嘴上不说 但对于自己的能力提升 却是十分心急的 在团队中 他的作用和王远远相比 还是有着不小的差距 只有早日提升到五阶 他这个戒律力师 才能够逐渐发挥出更大的作用 高英姐 则是微笑着摇了摇头 昨天的任务 大家完成得很好 驱魔官军方十分满意 因此决定 给你们三天休整的时间 让你们有充分时间进行修炼 毕竟你们并不是军人 而是来试炼的 今天叫你们来 可是有好事啊 稍后便知 就在他们说话的功夫 已经有人来了 来的不只是军方的人 还有几名 包括头部在内 全身都笼罩在黑衣中的刺客 那位之前给他们下达任务的 驱魔官参将古锦 走在最前面 市集一号猎魔团众人 一眼就看到他手中捧着的盒子 那不正是他们在魔族运粮队 那只嗜血被他手中 截获的吗 众人目光下意识地 看向龙好尘 龙好尘也有些惊奇 联想到高英杰刚刚说过的话 难道说 驱魔官是打算 把那盒子中的东西奖励给他们 此时 参将古锦 已经和那几名刺客来到近前 古锦向高英杰等领队打了声招呼 然后 这才是转向了十支猎魔团 你们不愧为联盟年轻一代最优秀的精英 你们顺利地完成了任务 破坏了魔族的后勤补给 至少有数万魔族大军要因此而饿肚子了 你们为驱魔官所做出的贡献 驱魔官军民永远都会铭记于心 我代表军方和民众感谢你们 这位古锦参讲乃是一名战士 右脚落地 向十支猎魔团行了一个标准的战士礼 猎魔团的成员也以各自圣殿的礼节环节 能够得到认可 对于这些年轻人来说 那是相当大的荣耀 至少到目前为止 他们此次试炼都十分的顺利 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三位是来自于刺客圣殿侠客堂的前辈 侠客堂的刺客 听了古锦的介绍 新锦猎魔团的这些年轻人心中 都是一经 侠客堂乃是刺客圣殿最神秘所在了 一共有三十六位侠隐刺客 每一位侠隐刺客 那可都是八阶的存在 乃是刺客圣殿最为强大的存在了 之前龙好臣 曾经见过的刺客圣殿副殿主 影随风就坚韧着侠客堂堂主 这三位竟然都是八阶强者 那他们同来的目的又是什么呢 正在这时 站在最前面的那位黑衣人上前 他身上没有任何强大的气息流露出来 甚至没有生命气息释放 给人的感觉就像是一团淡淡的空气 但明眼人都知道 这才是真正的刺客强者 能够融于任何环境之下 孩子们 你们好 我是侠客堂的侠隐 十九号 黑衣人的声音有些低沉 甚至带着几分沙哑 但一种新进猎魔团成员们 却都是挺直腰杆 静静地站在那里 这可是八阶级别的大人物 他们早就听说侠客堂的三十六位侠隐刺客 都只有编号而不提名字 此时第一次见到多少有点紧张 首先感谢你们为取摩官所做的一切 哪位是世纪一号猎魔团团长 请出列 世纪一号猎魔团团长龙浩尘 向您报道 不用那么正视 古今手中的盒子 你应该认识吧 认识 这是我们在昨天执行任务时 从敌人手中缴获后上交的 不错 鉴于你所带领的团队在任务中的优异表现 并且将此舞上交 我代表刺客圣殿 特奖励你五百点功勋 请上前领受 五百点功勋 听到这个数字 一阵抽气声 顿时响起 要知道 现在世纪新进猎魔团中最弱的一支 恐怕功勋总数还不够五百吧 这还是算上了完成任务后 获得了二百功勋的情况下 刺客圣殿竟如此打手笔 居然一下子奖励了世纪一号猎魔团 五百点功勋 其他猎魔团顿时有些骚动了 此时 侠阴十九号 胆胆的道 你们不用急 我可以告诉你们 如果你们执行的不是试炼任务 而是探险任务 那么龙浩尘将这个盒子上交所换取的功勋 至少还要增加十倍 马上我会让你们看到盒子中是什么 这是刺客圣殿奖励的功勋 龙浩尘自然没有不要之力 在本团伙伴们兴奋的注视中 猎魔团成员被统称为是猎魔者 侠阴十九号既然是拥有功勋令牌 那就说明他拥有属于自己的团队了 彻底是多么强大的团队才能拥有这种层次的刺客呀 恐怕他们都有刺杀魔神的实力了吧 龙浩尘领取了功勋之后 返回到本方阵营中 对于那盒子中的物品也是十分好奇 究竟是什么宝贝 居然珍贵到连这位拔街强者都赞叹不已 如果世纪一号猎魔团没有将这个盒子上交 恐怕你们谁也不会知道 但是我可以肯定 从时之中他们都没有打开过这个盒子 狭隐大人 你为什么能如此肯定呢 因为很少有人能拒绝这盒子内存在带来的诱惑 说完他手指轻轻一动 盒杆已经掀开了 顿时一层浓郁的光元素瞬间从盒子中澎湃而出 柔和的光元素带着淡淡的白光升腾而起 带给每个人如暮春风般的感觉 一个娇小的身体也随之从里边升腾起来 缓缓展开他的翅膀 有些萎靡地试图飞走 刹那间 所有人不自觉地瞪大眼睛 至少有超过一半的人惊呼出声 哇 不用人做精灵 因为刚刚领取了五百功勋 而兴奋的世纪一号猎魔团成员们 除了龙好尘之外 脸上的笑容瞬间僵硬 那竟然是灵卢 而且还是元素灵卢 他们一个个目光呆滞地看着那挣扎着 像要飞走的光元素精灵 一个个尽忠 充满了懊悔 哪怕是高英节也同样出现了这样的情绪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